泰坦号潜水器日前载着5名乘客前往观赏知名沉船铁达尼号 但失去联络 今天23日 正是乘客在灾难性的内报中全部罹难 一段模拟影片在TikTok上由外国网友上传 显示整个潜水器在下降过程中瞬间爆炸解体 过程只持续约0.03秒 使罹难者毫无反应的时间就被夺走 根据纽约邮报的报道 TikTok网友Starfield Studio于今天23日上传了一段约6秒的影片 模拟泰坦号的内报过程 影片中可以看到潜水器在下降过程中突然被强大的水压压扁 就像墨西哥卷饼一样 然后发生爆炸并碎裂 只剩下气泡和残骸 整个过程只有约0.03秒 舱体汇率即将内部空气加热到太阳表面的温度 这一切在约30毫秒内完成 对舱内可能存在的生命来说 死亡是瞬间发生的 5.000钟 1.000 2.000钟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